光瑞颱风造成南台湾大淹水 南部县市治水缺乏预算 现在传出云林县长苏志芬 台南县长赖清德 以财政困难为由 向公益团体嘉义行善团 求助改建老旧桥梁 苏志芬日前拜会行善团 求助改建县内六座老旧桥梁 工程费八千七百万 行善团将和县府会开 年底前改建 赖清德五月也曾经拜会行善团 争取改建七座老旧桥梁 习战团也同意花一千两百万 来改建两座桥梁